十年前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 可谓是风靡全网 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炫得行径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像事件主人公这样 无形坑爹的举动 着实让人感慨啊 一夜之间 李启明这个名字 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 新来的朋友不妨动动您发财的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把视频推荐给更多的人 想当年 这个李启明可是一个 正值大好年华的大学生 未来无限光明 更何况 家境优渥的他 本身就享有更为优质的资源 只是不曾想 一场事故却让这个 本该有大好前途的年轻少年 沦为受人鄙夷的阶下囚 不仅葬送了自己的自由 还将父亲彻底拉下水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名爹李刚 和他儿子李启明 事情还要从2010年 10月16日晚上说起 这天 他照例邀请了 一众狐朋狗友去喝酒聚餐 为了装点门面 他特意去找父亲要了一辆豪车开 李启明经常会开着父亲的豪车出去 他觉得这样才够拉风 这样才能吸引全场的目光 这样他才能得到人们的羡慕和称赞 而对于李启明的请求 父亲也从未拒绝过 这次也是 将豪车的钥匙交给儿子后 还嘱咐他开车不要喝酒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开得太快 李启明开着车来到聚会地点 果然在朋友眼里十分气派 纷纷对李启明表现出各种羡慕和吹捧 而李启明享受着朋友们的吹嘘 就有些飘飘然了 席间 喝了很多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的情绪变得十分兴奋 早已将父亲的主妇望到了酒消云外 聚会结束之后 李启明已经有些醉了 头脑昏昏沉沉 但他并未在意 不仅继续开车 还邀请了自己的朋友一起坐上了车 李启明永远也不会想到 他会因为这一次的酒驾而付出怎样的代价 李启明邀请自己的朋友坐上自己的豪车后 他们就趁着自己的酒劲开始飙车 一路上他的油门越加越大 已经属于严重超速了 但是李启明正处在酒精上头的刺激中 再加上快速超车的感觉很爽 让他很是得意 车子一路开到了大学 而意外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李启明在车里看到了前方有两个女生 一起在路边 但是他并没有减速 反而继续往前开 没想到车子直直地撞上了两名女学生 这一下课就把李启明给吓坏了 脑子也清醒了过来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选择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 他决定逃走 于是李启明驾驶豪车往校外逃跑 而当时有很多学生正好下课 看到了这起事故之后 就开始自发拦住李启明的车 当李启明开车到校门口的时候 门卫也关上了大门 这个时候的李启明就开始慌了 看到这么多人围着他 就更加着急 但是没办法 他偷不了身 他不断吼叫着让门卫开门他出去 让人发指的是 肇事者在肇事之后的冷漠态度 满身酒气的李启明下车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的车子被刮破了 然后他抛出了那句轰动全场 后来轰动全校 再后来轰动全国的话 有本事你们告我去 我爸是李刚 可能李启明当时这样说 就是想要下下门卫和周围的学生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这句话 不仅葬送了自己 还把他的父亲给拖下了水 经过李启明这么一闹 在场的学生自然就报了警 很快 警察和救护车都赶到了 警察来到现场后 开始对李启明进行检查 发现李启明现在属于严重罪假 身上的酒味非常严重 所以直接被警察带走拘留了 而被撞的两名女孩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有一名已经当场死亡 还有一名被撞成重伤 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 事情一出 引发无数网友的热烈讨论 大家不仅对肇事者李启明 表示愤怒和谴责 也开始好奇 能够让李启明 如此猖狂的父亲李刚到底是谁 他有什么来头呢 于是网友开始扒皮 寻找蛛丝马迹 最后锁定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河北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 原来还是一个官 难怪儿子李启明撞了人都不怕 一时之间网络舆论发酵 很多热心群众都开始义愤填膺地 讨伐这对父子 对于李启明父子大家也开始了身巴 原来肇事者李启明1988年生人 当时22岁 是河北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 刚刚毕业 正在保定是电视台当时习生 李启明一出生便家境优渥 父母对他很是溺爱 对他予取予求 从小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李启明 基本上没有在生活中碰过壁 吃得用的都是最好的 这也让他在同学中找到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变得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老师同学都为此头疼不已 上中学时 李启明在学校中就已经是臭名昭著 经常会仗着自己的家世背景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打架声势 同学们对他基本都是敬而远之 如果离开了学校 俨然就是一副小混混的架子 上了大学之后 老师家长都放松了 管理离奇 更是变本加厉 身上是名牌 出行是豪车最经常出入的地方 不是图书馆 不是教学楼 而是学生们根本本该出入的 歌舞厅喝酒吧 喝酒泵迪已经是家常便饭 正因为爸爸李刚是副局长 这才造就了他不可一世 甚至目无王法的性格 当然 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下 李刚自然是坐不住了 于是李刚就发表了一个道歉发布会 他在镜头面前声泪俱下 他说自己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教好自己的儿子 因为自己平时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平时没有时间教导自己的儿子 当然 他也绝对不会包庇儿子 一切都依法处理 虽然这位局长在镜头前面泪流满面 但是很多人都还是觉得假惺惺 觉得这个李刚特别的虚伪 而当时还有网络传言 李刚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是想拿钱搞定 但是拿两个女孩的父母不同意 而且还一直闹事儿 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压不下去了 所以李刚才出面道歉 希望能够平息网友的怒火 但是这个道歉会的效果并不是太好 不过 李启明还是受到了该受的惩罚 他被判有期徒刑六年 而且赔偿受害者家属一共55万左右 不过 李启明入狱之后 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 网友对李刚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少 网友纷纷发问 一个副局长真的有那么多闲钱吗 能够让自己的儿子拥有豪车 所以李刚就被广大网友给盯上了 后来经过网友调查发现 李刚自己的名下总共有六套房产 而且还有很多资产不明 这一下可就让网友炸开了锅 然后网友开始扒皮李刚经手的案子 发现其中有一个案子有很大蹊跷 2006年的时候 一个名叫王昭的年轻人 被指控入室抢劫 当时就是李刚审理的这个案子 后来王昭自然是被判了13年 可是王昭却不认这个判决 他说自己是被陷害的 这里面的牵扯其实很广 总共涉及了数百万的工程款 但是后来通过王昭他的母亲四处走访 经过三审 王朝无罪释放 因此李刚又成了众矢之地 他也因此卷入了这个侵吞工程款案 所以这一次 王刚就是彻底被拉下了马 彻底地失去了自己副局长的职位 从此不知去向 而当时被撞死的那个女学生 叫陈小凤 1990年出生 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老家重有两亩汉田 父亲是打井民工 一天赚80元左右 就这样供养他和哥哥读书 陈小凤是一个上进好强的女孩子 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 陈小凤和哥哥陈林打小 就感情很好 在哥哥的心里 陈小凤是个干练 有自己思维的女孩 而且还会素描 陈林回忆说 小凤的两个奋斗目标是双学位和公务员 然而陈小凤没有等到愿望达成的那一天 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年仅20岁 这是一个勤奋善良的奴二代少女 如果她还活着 今年也已经30岁了 可能已经如愿地当上了公务员 也可能已经为人妻为人母 然而这些她都不可能经历了 她的生命永远地被定格在20岁 在几年前 李启明出狱的时候 监狱门口来了很多媒体 都对李启明进行采访 但是李启明的父母都没有来 李启明说 自己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当初罪嫁 如今自己已经得到了教训 他说 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 好好过日子 最渴望的事情 就是和自己的父亲吃一顿饭 但是父亲却不肯见他了 这也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曾经的富二代花花公子大学生 如今变成了阶下囚 出狱之后非常凄凉 没有家人朋友接济 而且要找一份正经工作 也是非常难的 但是一切的结果 都是因为李启明自己 不管做了什么事 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毕竟那两个花样年华的女生 又何其不幸呢 你还知道 其中的什么内幕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